四番棋汪洋是直红棋先走的 直红先行 军三级 汪洋我认为他选择先止路的布局好像不是很常见的 在我印象里他的直线的选择大部分都是中泡 大部分情况下这样 四番棋他选择先止路 大概也是有备而来吧 对 很棒 足三级 因为这次赛制的关系 等于是后手棋贴时贴分 余佑华可能禁教只拿到了30分钟这样一个时间 时间相对比较少 从布局来说 汪洋也希望能够出气制胜 余佑华科技大师选择足三级 这样形成对兵局的开局 这种下法也是比较稳健 红方刨八平七 刨二平五 马二平三 黑方八平三 那黑方除了环架右中炮之外呢 还有左中炮的下法 对 这种布局的开局的变化是很多的 向到这里 黑方除了实战中选择的炮平五以外 还有炮炮平五 以及向三进五的选择 实战中炮平五 等于方向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 全局进程就完全不同了 总之呢 我们感觉如果说下炮八平五的话 以后这个马就不太可能会迎头而上 一般可能会选择挑边马这样的一个调子 那现在可能红方不期 对 黑方也挑正马 红方在底下 下到这里也属于常见的开局的套路 接下来黑方马三进四 马三进四出快马 等于是这个 直接的威胁中兵 对 这个 这部跳马当然也可以 次序也可以有个变化 也可以先出狙 对 等待红方可疑定型以后 也是要跳一步出版 再出马 总之这个马 这个马是需要快出的 如果这个马不快出 这般的马就起不来 这个马起来显然一键红方 有兵器尽印的手段 有这种送兵的攻击 这个马也是迟早要跳起来的 其实我觉得这种骑 就是出马是黑方的权利 但是黑方等于是 对布局的方向性 有一个选择 比如说你先下这个 红方跳一个编码之后 这个黑方直居可能就定型了 那么黑方如果保留着 这个新马三进四 可能以后 这个交换了中兵以后 还有保留这个横出的 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有道理 所以他现在马三进四 同方 已经自动 先补试了 这个机等于是早晚要走的 对 早晚要走 黑方GTR出来 这部跳边马也是很自然的走法 不过以前也有G1平四 先走G1平四 保留这个马的出路 将来可能司机 炮G3打出这个马 好像是不是这个地方李轩 好像还有直接就下 炮G3这样下 对也有这样下的 这样下 其实等于是 炮G3这一路变化 在最近几年 也是红方的一个 怎么说呢 应该说 红方的一种 急急的探索 就是他试图先得一个病 因为我们感觉 这个炮 炮步虚发嘛 在布局的时候 你走了一个足力 炮打出去 感觉走了有点多 这个旗 但是他的好处呢 就是先得了一个足的实惠 接下来呢 可能这个 走马正旗 一个是可以测印自己的中族 这个另外一种呢 就是可以把这个战线拉长 可能是挟着这个多兵之势吧 以后可能会有所作为 像红方等于是 不过直接打族有风险 比如黑方可以先降三进一 对 那么这个旗肯定是 你打了足了 占了便宜了 肯定是有一些问题 在里面 比如说人家以后 可能还会有捉炮啊 或者说像你说的 像飞啊 将来发冰棋 这边都是个后手 所以这个风险和这个利益 是并存的 所以这个旗也是 有人这样下 那现在红方选择了 这种马八进九的下方 这步棋 黑方实战中选择了马八进七 在以往的实战中呢 下到这里 黑方也有马斯进五 直接取中兵的选择 以我来看呢 这种直接踩中兵的这个选择更为直接了当 也可能更为可取 接下来的变化可能是 这个棋等于是马三进五换掉 然后黑方炮八进 这个直接取中兵 而不先骑这个马的好处呢 就在于这个炮将来可以灵活的 可以移动到这 或者这两个位置 等于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就是我跳了马以后 再换中兵 我这炮哪里过不来 对 这两个子的位置 有点有点凝色 这样等于黑方可以接着这种机会把这个炮调形 以后再跳一个正马 可能这个或者炮八进四 这好像也不错的位置 感觉黑方那个紫立位置比较协调 就是黑方的一种选择 那现在他好像也有一些骑手 我喜欢这时候下这个八进七 我印象当中 是不是显得含蓄一点 就是说我这个骑心保留 这还不踩这个中立 也是一种含蓄的下方 从这环骑实战的进程来看 这种骑行大概是有点问题的 实战中洪方光阳的选择是很 我觉得是很有针对性 这种骑行的那个打击很有针对性 他现在走这个G191 对现在马上就要威胁这个黑方 对我就是要平均说马 你那个逼你这个类 就是核空马定位 因为你这个骑走到这儿 一旦被捉上也只能就换了 对 没有别的选择了 对 所以黑方之外的出路 还是这个马还是要取这个中斌 那我觉得像你说的 还不如可能先换了 对先换保留这个炮的灵活 对 可能效果比这种这种这种做法好一点 嗯 那他现在这个G191 马上就要平去捉了 怎么办 那黑皮这个时候 也对只有这样 只有取到中斌 然后小洪方 换掉 对 洪方 嗯 这个去捉了 嗯 小到这里 黑方这个时候实战补了一个像 我这个这两个字 确实看起来不太协调 嗯 可是你现在也攻击不到 我这两个字啊 洪旗 嗯 有什么好办法吗 我将来 将来这个G出来 再进去 嗯 再进去是进去是吗 嗯 这两个字感觉有一点问题 有点问题 对 三重黑方不小 哦 黑方先捕了一个 先巩固一下 我觉得这个棋其实好像黑方也还可以啊 嗯 觉得 黑方 现在走这个局面下 有一个比较严重的结构性的问题 就是 它的子力有点分散 嗯 尤其是这个 这个G很难出动 这个G呢 好像也 嗯 这个位置有点 有点那个 太偏 就是点不上 就没有位置可以走 它下到这儿呢 红方走一个G 一平四 嗯 而红方这个棋呢 阵型比较协调 两个炮都很灵活 所以这两个G的威力很大 嗯 嗯 我觉得红方不局是占优的吧 嗯 可能可以这么说吧 嗯 那这时候这个棋 黑棋走什么 我印象当中这个棋 哦 那也可以 我们把另外一个变换 一会儿再介绍给大家 好像下到这儿的时候 黑方下了一个圈儿镜五 圈儿镜五 我觉得看起来也不错 就是他先手 这个盯着你的三兵 一旦杀过来 那你G抬头 我这边随时打将就换子了 像你说的 我虽然说这两个子 有点拥策 但是一旦换掉 这个红方的四路G 这个你攻击不到我了 就还是 对 黑方应该可以满意了 因为黑方多个中族嘛 是吧 但是下到这儿呢 这个红方就处理得非常好 红方处理的 应该说是 嗯 我觉得应该说 觉得借鉴 对 战术计划非常的严谨 给黑方很大的压力 对 他这个时候 就要就一走 他那个 后边的走法都很别人惯 嗯 现在红方冰淇淋 这招棋 主要的目的 最直观的就是阻断黑鞠的这个通路 防着他吃冰 可是这个代价也太大了 放了人家一个过河族过来 嗯 就是现在黑方面临的问题 他如果用族吃的话呢 这个鞠路还是不畅通 嗯 如果用鞠吃呢 这个鞠 这个鞠的地位又不好 对 我觉得要用鞠吃 这鞠可能也 说不准什么时候 容易被捉死 那种感觉 是 所以 这个冰一送呢 反而给黑方出了一道难题 那我们说到这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看看 就是说 这个题 黑方除了补箱 是不是也有人就 就先把这个炮让开 就可以打掉下了 这个鞠平丝没有走 对 一往还有炮五平一直接打 嗯 对啊 我觉得今天反正多足了 我们再多一步 对 因为这个中炮的位置 也将来被它 容易被人家G16这样一桌利用 对 所以其实的 你可以考虑就直接把这个组打掉 但可能打掉之后 还是这个地方 以后会有一些压力 比如G1平四 G45 G16 这样可能会有点压力 那现在下到这儿呢 我们来看实战 它 补箱 然后鞠平四 这时候黑方G2G5 那么红方就是这个时候 也给这个棋友朋友 做一个这个局面定格 这个棋下的红方以下的招法 非常之连贯 就是这个打击很严厉 冰七进一 这个我觉得 作为一个优秀的 这种棋手的一种盘面嗅觉 对 局面嗅觉 嗯 现在摆在黑方面前的问题就是 一下子就严峻起来 刚才都没事 你看这棋 红的连个黑盒子都没有 对 你要说黑棋有多大的问题 这个一点都不直观 我们光在这儿说 你什么都看不见 什么压力啊 这都是以后的事 但这并一送 接下来用不了三五招 二的压力 马上就体现出来了 对 实战中是这样演进的 这个棋肯定不肯 就是不能放人家过去啊 嗯 这个棋 不能放过去 对 必须要往上表态 所以这方就得表态 你要么用鞠吃 要么用足吃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 用鞠吃 看看它的实战 实战中也是用鞠吃的 它这个鞠的位置 是很表胸前 对 后面的问题是很多 鞠不利显地 对 因为这个地方 是个象脚 嗯 会飞掉 虽然你有中炮振着 但是说不得 人家什么时候把中炮切了 你这个鞠就危险了 对对对 是吧 所以这个鞠二瓶三一吃 嗯 红方又下了一首好奇 有点 点穴 对 我觉得像这种鞠 都像点它命门上一样 而且这个鞠往这里一点 这个鞠马上就被迁住了 这鞠不能再横向移动了 横向移动以后 那个底向就有问题 嗯 所以 而且这个鞠一点 马上还特别好 还有问题 所以它支持 黑方 不是 一来呢 阻挡红鞠的右衣 比如背后捉马 捉号 这鞠 再一个问题呢 就是让那个 这个炮队底下的威胁 减弱一点 对 你要补这个事的话 这鞠彻底就死了 对 但是补这个事的问题 也很严重 嗯 就这个鞠正好 卡住了黑方的降门 嗯 这种 这种 这种威胁 这种隐患 当时 当时可能 不太明显 以后就会暴露出来 嗯 嗯 现在这个 红方又下了一招 控制局面的好气 这个鞠 它也下了一个 冰酒精一冲 这步鞠 还是很坚功利的 把鞠也限制住了 对 你看 刚才这个鞠还可以 这个鞠三平二 让出来 那等于现在这样一冲 你这个鞠又没位置 好像也不能吃过去 嗯 那这步鞠的 这个 这个 构思还是很 还是很深远的 嗯 它的意思 最直接的就是将来要 抛弃平发 嗯 直接威胁黑方的 右翼 底线 对 所以现在黑方 其实黑方 现在把黑方面前的 首要的问题就是怎么 怎么来 来阻止这个 鞠方这个计划 嗯 可是你说抛弃平发以后 就有什么特别直接的手段吗 就让你打到一架 你飞起来还能怎么样 飞起来以后 就 鞠六平七 哦 哦 而这个鞠马上 利用 利用桌炮 提起来 然后也可以小左翼 这个 靠拢 嗯 嗯 反正就是 我觉得红方意图也很明显 就是我气几个兵给你 但是我所有的子都走活了 我们下来看 这个盘面上黑方的 等于是黑方就这个鞠炮 嗯 那些子都动 都侧应不上 尤其是那个底鞠 对 尤其 而且这个鞠炮的位置还不好 这个鞠在险低 这个炮还总是面临被 红方 不多的危险 对 那你看这个盘面 就是粗看的是黑方 通过打足 那么同方 气兵 多了两个足 但是其实它实际的这个状况 黑方已经非常的这个不乐观了 对 就红方这几个气 气子之后 对车重压力很大 对 而且黑方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就是左翼这三个子 这个鞠 这个鞠是很难开出来的 我觉得它现在特别郁闷 就是当初如果支这个四六镜五的话 这底下苗都能攻呢 对 但是我四六镜五就以后 可能能撑到这种对鞠 本类鞠对了 压力还能小点 对 但是这个鞠的压力又太大 对啊 你一走这个的话 这个鞠动不了了 你看当初如果支成这个 那么这个红方简单 非常简单 这一桌炮 你这炮让开 它就随便出个降 这个鞠就给牵住了 就特别难受 这个鞠往里丢了 然后它要是 就这个是吧 就是等于是那个 九路鞠就一辈子都出不来了 我们怎么看都找不到 它的那个出路 如果你现在平炮 红方可以掌鞠捉炮 对 你推炮呢 红方还可以 鞠子分二把这个封住 因为这鞠是很难出来的 嗯 哎呦 我觉得这鞠确实是 下到这里 黑方已经很难处置了 嗯 实际上我觉得黑方选择的 还是比较顽强的 一路 比较顽强 下法 对 还是比较顽强的 因为如果 如果 如果 平脱和平脚 这种一般的走法 可能一桌炮 嗯 炮一退 然后 就把鞠封住 其实我们感觉的压力很大 我们这样往下摆几择 大家就知道了 那现在这个 黑方走不怕可以 炮八腿一新打鞠 对 它 鞠六退五 对 鞠六退五一桌 对 那如果点鞠的话 它可能杀过来是新手 对 他新手可以出枪啊 出枪 黑方 有一个对炮 对 就是我们俩简单看一下 就是如果说你这人随手一桌 这某黑方可以考虑怎么这个 嗯 杀其一你不敢吹炮 你只能出来 对 对 这样它可以 对炮 那等于是强 强队 那 对 黑方只能打了 打了 再走这个 平一桌 平一桌 对 嗯 这样 有点麻烦 对 对 黑方好像还可以制造一些复大的局面 嗯 对 但是这个棋 反正这个 黑方也 就红方也不肯冒这样写 对 就是你如果这么下的话 那像红方的危险也很大 对 一江 一上来 嗯 再停居 那红方也有危险 对 红方也不敢轻易的冒这个风险 就是就算你想以后钻上来 反正这边紫也很近了 对 所以不肯冒这样的风险去下 对 对 红方这个时候已经优势了 没必要把棋居下的下成这样 对 就完全可以这个控制的稳一样 那么汪洋这桌控制的很好 这个退伍退心接胖 嗯 黑方 跑这样 那红方终于震荡了 这个抛弃瓶吧 对 红方的这个意图还是实现了 对 就跑还是可以将来沉研 就对黑方构成威胁 嗯 对 反正黑方 失误退次 先回一招 对 其实到现在红方还是等于没有过河子 哦 一个过河的棋子都没有 但是这样 黑方的 黑方的步数 这个度数就太缓慢了 这个是支起来又复回去 但是他这个等于是这边调刑的压力很大 比如说以后有这种进居出或者直接点这个出都有点累 就去黑方运起来 嗯 那么现在他回事 直接举四斤八桌炮 嗯 这个期大家也注意一下 因为他永远不怕这吃 吃了他有一个居六平五是个绝对的先手 嗯 所以非居吃双 等于这个黑方可能要丢死 对 所以这种绝先手就是不能走 对 嗯 很有险 但这居是险地啊 像你说的 他永远在险地 对 我黑方始终没有机会吃的 对对对对 很麻烦 嗯 黑方这步棋 跑八退一 跑跑 这步棋还是挺顽强的 嗯 这步退炮也是预见到 红方接下来要要采取的那些进攻手段 对 因为什么那种大刀弯性的杀膏啊 对对对对 先防一下 对 你看要不然他不退炮的话 这个红方一沉 一补室 这一点距就绝杀了 对对对 嗯 所以这个炮如果刚才你走到别的地方就绝杀了 所以就先退炮 现在不是杀其了 嗯 那么黑 红方也是沉下去了 嗯 不是 但是红方这时候又下了一点好奇 红方等于这几个手段非常连贯 你看点局送兵点局冲边兵抛弃平八 就这四招棋走出来以后 这个攻势其实就很很立体了 对 嗯 这步棋红方又投入了一个 有生力量 嗯 这个夺势的一点好奇很强 因为这步棋的这步棋可能看似黑方有有好看着 其实红方这步棋它的目的就是直接要直接就要把枪打掉 假如说哈现在你就是假如说现在这个轮到呃 红方走的话红方可能就直接打了 对 打了的话那么黑方只能打回来 那么红方接下来还有什么手段呢 接下来可以去 其实我觉得可能走这个也可以 就简单的走这个是不是也还可以 可能这个黑气也不好下 嗯 而你如果饱上的话我就别打浆 你只能回马后再把炮吃了 这回事 嗯 你回事吗 这边吃回来 等我一旦这个巨蛋可以把马振起来 这个炮还吃着 嗯 你等于自己把自己都这个关在里边了 别很难下 对 嗯 所以说如果你现在轮到红方走 红方就直接打了 就有点可怕 而且还防止了黑方巨蛋清晰适组 你现在要吃的话人也打 对 这麻烦 嗯 现在确实有点 这个 我觉得不知道应该怎么弄 如果现在如果黑方 对 长一多呢 肯定就直接打掉 但打我就打回来 打回来 其实还是关注了这个巨头进三或者进五 进三或者进五 那我们来看一下 假如现在黑旗的巨就进二 你就打掉 打回来 那么就进巨 进这吧 嗯 进巨的好处以后就 这个 这个进巨还是先手 对 这个黑巨还要逃 一逃呢 就直接平巨 逃哪 问题是 没有 这要进可能还要踩 随便逃哪 就这 那你如果进的话呢 如果一桌 你想要走这个 这想法是好的 但是你也可以先踩一脚 你把你这条路又缝死了 对 然后下部 其实再走去 六瓶去出 对 这红一居就路如无人之境 对 你怎么都挡不住 你就也看着我杀相底下叫闷通了 对 所以这个棋 你看黑方这居进来吃了一个冰碗 自己反而陷在里面 嗯 真麻烦 我觉得怎么特别着急啊 想踢这个 黑方想一个好办法 但是挺难的 嗯 那实战呢 实战攻黑方 黑方的硬碗 还是走出了最顽强的应对 十五金六 黑方其实走这个十五金六 就是大家闻眼一看就 这些得责嘛 但是还是 他还是会吃这个 嗯 假如说他这样下会怎么样 吃 对 这个叫杀呀 现在一下要硬 对这样就给飞方反击的机会了 嗯 如果你如果要是初摔的话 初摔解杀的话 他可能会状状巨群吧 嗯 吃掉了 对 还可以僵一下 它不太能初摔 初摔 它只能平中鞠 初摔又以僵 对对对对 平中鞠再一抓 对 吃麻烦再长鞠 再顶鞠抓 嗯 那只能打掉 打掉 打掉就点姜算了 点姜掌去看上 反正相对来说 这个比实战的招法要入局的更慢 嗯 虽然这样的话 红方可能也会得到一些实惠 比如说 对 比如紫啊 什么这样的 但是实战招法 红方下得更为干净哈 就下得非常的干净漂亮 这个地方 一称式的时候 他先走 红方我觉得 汪洋这时候算度非常精准 他就是整个入局的套路 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对 内居不再有用了 我就把它让开了 走了一个先手 曲头平补母 对 对啊 你只能让开了 嗯 接着看啊 这红方下的这个 后面弹招器又很漂亮 红方我觉得 嗯 我们得批评汪洋 下了一会儿再管 这个时候下了一个 打局 打局 这部打局确实很厉害 不光打这个局 这个仪女 对啊 他还有泡平衣 不知道您看到了没有 这个 我觉得太恐怖了 简直可以这么说 就是即使你以后 电伤炮 这一杀 就杀透了 而且这边一蹲起来 不得了 没法守了 根本没法守了 所以这个推炮一打 那局没有办法 就这么一招 如果现在打呢 现在打他就平局呗 只此一招 没得看 但是还可以下 还可以下 结果这个汪洋就是连可以下的结果都不给对方 那做得更绝 对 平三斤一 不足断 现在黑方 黑方 这有四个点可以吃 对 我们来看 他到底能用哪个吃 对 这个方案一 直接用象吃 用足吃不可能了 人家一平方一打 我们这个不必考虑了 马上丢子 方案一不行 方案二是用象吃 也一样 方案四 对 你一打 可以回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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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平局可以把这象做次 对 这个方案二就是我们来看啊 小路非 可以打 回象 可以回象 我在这个平局把这象做 这样一边也不行了 对 你看不住了 我随便抽了 这一边 是吧 再来看方案三 就是这一送冰 泡在这 这个 一个是用鞠吃 一个是用炮吃了 假如用炮吃 炮吃可能崩溃的最快了 一吃足 就是 你可以先打 先打 对 保住 再吃足 把中象给杀死了 看不住了 等于杀就杀透了 太危险了 太危险了 那么再看第四个方案 也是实战的 也是实战本局当中的选择 他现在就是下的这个 G6平息 这样吗 你再打G 我就是垫上 但是 这个红方就很简单了 这个一切式 等于把黑方的阵型就杀碎了 对 说吧 黑方 我想黑方就是前一段 等于是压力这么大 应该也跟他这个用时 压力比较大 对 和这个比赛的赛事就有关系 对 我觉得汪洋恰好 就是充分利用了这个赛制 因为他这招冰棺经营就太 冰棺经营送冰太有挑战性了 嗯 就你黑方想要应对的特别准 你就得花大把的时间看 哦 你越看嘛 你就是这个形势就越被动 对对 是 那现在黑方这个下到这儿 已经等于是局面 进入了一个比较崩溃的状态 那就看剩下几招 这个红方怎么入手 那如果一会儿有时间 我们也可以再回头看一下 当时红方 这个黑方不用局吃冰 用足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后果 对 也可以简单分析一下 现在红方下去 你泡一条 打冰 杀齐了 嗯 不顾紧逼啊 对啊 就一江一回向 我就再一江抽居了 对 而且都是致命的危险 对对对 没办法 泡八斤一 打掉 就红方下的很简单 泡五斤要换掉 那么酱五斤一吃 就直接出马了 等于这个局牵制了 就这边局马 这个局牵制了 这个局炮 对 就慢慢串马就赢了 嗯 马九斤八 跳进去 他马戏退八对拘 拘四退一 拘九平八 一番出拘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这个一踩 吃炮 对 你又走不了 再看上 嗯 他先回个室 对 对 对 汪洋的这个 拱手兼备的功力 还是挺深 对 意识还很轻 对 先落室 对 先解除这边的威胁 解除最恐惧的签字 对 等于是 对 对 对 八退一 这边是打 当然也没关系了 后边这个黑方又草帅 草走一招 对 最后一击 对 等于是马后炮绝杀了 对 不绝杀还丢子了 绝杀反正只能平放 对去就丢了 对 对 所以说下到这儿呢 黑方也就投子任父了 等于 红发从布局到后面中局 通过一连串的这个扎树打击 等于把黑方这个 这个装进了一个陷阱里边 黑方 对 显得就特没有还击 还手之力 我们再来简单的看一下 这个地方假如黑方 这个面对送兵的时候 如果说 这个 用足齿会怎么样 好 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 这皮应该是这样的 应该是这样的 如果说用这个 足齿 对 实战中是用鞠齿的 如果用足齿呢 我们再还原到前面这个 这个图形看一下 如果用足齿 这个可能会先捉一下吧 先捉 是不是先捉一下 对 对 推胖 推这里还是推这 可能推这里看着牢固一点 对 这个棋它就点 也是要补 因为 你不能让啊 让我这码就出来了 所以肯定也是要补 那么这个地方还是有这种棋 对 这种棋 如果去吃兵呢 还是炮金吧 嗯 如果再退呢 退可能简单 我就进炮打一打的 这个 或者斩去周围 嗯 或者前面不拙 不拙炮 不拙炮 直接下成这样 嗯 如果打局的话 还可以先手抓炮 嗯 对 先手抓炮炮 我觉得这样有点问题 李萱 嗯 但你这样下的话 我不一定打了 我可能就对了 对 你杀过来也是先手 对 对 所以可能 这个红方先进后取 但我觉得这样下 可能会比这个黑方实战 那个吃吧 自己居线的里面 会感觉好一点 就起码我防守的 这种弹性 肯定要大一点 对 我实在不行 我就回来 就退手算了 反正你吃我也得 这个花点功夫呢 嗯 你说呢 我觉得要不然 我就回去得好 从实战进程看 对 确实如果用足尸 这结构可能好于用居吃 因为你要再吃 我就打居 你退居 我就退 我就这么出手嘛 对 是吧 反正刚才我们也说了 这红方也没什么大嘴过河 也需要点功夫 可能会比这个实战效果稍微好一点 但是估计要是下到这种情况 也是这个黑方时间紧张 但是这个红方又要面临着 这个非赢不可 争胜的局面 这个大家也是会上演一部好戏吧 但是很遗憾 实战当中没有下出这个另外一种场面 对 那好 刚才的这盘棋呢 我们就给各位棋友介绍到这